刚才啊 风太大了 把山上那个高级道的雪都吹没了 全是冰了留下的 结果呢我跟陈墨撞一起了 我的那个手杖 冻冰箱子打到我这儿了 这儿呢不是滑雪滑道 这是我自己刮胡子 我昨天刮胡子 我这样拿刀过来这样子滑 我都没搞懂我为什么要滑到这儿 把这个一块过来 就是滑雪的天气不能有大风 如果风太大的话 他会把雪山上的那个雪啊 就是他晚上铺的那个雪全部给吹没了 我们两个就刚甩了一脚 还是危险还是要注意的 我觉得我以后确实是要买一个全包的那种 那种面积 这样这边有带着那样橡胶的那种 这样包着 就算是撞一下可能把皮肤包裹一下 这边有点木 哎呀 现在还有一点麻呢 就这边也腿 这边也腿 这边也腿 这吃个饭 人家脾气变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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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汉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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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午那边蹲小一点 人少一点的过去还是练咖啡 嗯 小人哥今天在家休息 嗯 嗯 他是 一直有伤 一直要来玩 伤伤加伤 永远好不了 我说你在家 你在家就是休息一下一两天是不是 跑背后 跑给我拍下视频 十字鸽加油 这是十字鸽练习滑雪的第二天 已经很不错了 有这个水平 稳住啊 稳住 这有点冰可能是 今天风特别大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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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人特别多 你先把这个方横过来 对对对方横过来 对 对 站起来 对对对 稳住 稳住 不要疯 新手来说这个位置确实是难的 因为有很多油 它就害怕货帮别人 就叫你说 我们自己下去了 估计花了十几半钟 在这边 已经没有进去了 这边都是冰 今天风雨有点大 它把上面的雪都吹开了 所以说你滑着滑着会感觉到突然加速 冰的话是没办法减速的 还是冰 哎呀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水平可以了 只要前边没有人 池子哥都还行 他们就是害怕人 好嘞我就到那边去了啊 好 我跟陈墨还是玩这条道 这条道好玩一点 就是人少 救护车又上去接人了 两个救护车赶过去了 这条道特别危险 小张哥就是在这条道上受的伤 那边特别陡是连续的大陡和连续的特别快 很多人下山撒不住 有的时候看不到就可能就栽到那个沟里了或者在哪里 这就是雪场的这个救护车 刚才上去呢就在那 现在救护车的那边呢 那边应该是有个商员 哦哦 这条道还是蛮有难度的 现在这个雪场就这条道人少 哈哈哈哈哈哈 这里随时一个担架 好大的风啊 来放我一下 我把这个GoPro放到头盔上 这样子好跟拍 啊快去了 开水了是吧 等一下把这个杆给我 我先把这个收进去 放在这个包里 我把垃圾打开 哇 这像风快到了 那边 他们先走啊 哇 这个风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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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手套戴好 行啊 上给我 在什么可以走这边啊 因为那边人太多了 现在就是这儿了 来准备 哇这么多人这边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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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儿是平 那边全是冰 今天这山上特别难滑 因为好多地方它把雪给吹开了 这边也不能滑 太多冰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好 都在那摔在那 可以了那边都是冰啊 都是冰啊 走 走 那边太多了 有几个在那 为了别吵上人家 速度太快了 这个都是冰 今天倒不行 风一大 你这是干是吧 嗯 这应该就是小张哥被戳中的干 今天这个刀都不太好啊 走 走 OK OK 人家看你的这个板 不是OK 慢慢起来 不是冰就是石头 我都把你这 走 天天不得手了 天天不得手了 今天还是稳着点吧 没有一条好道了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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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边那个道都没人玩了 玩不上去 太硬了 全是冰 怎么玩嘛 走 那边 转会 收龙 拿 子 松 有 人家 鼓 人家 这边新手现在有点多 这边新手上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今天都不知道在哪滑了 这边倒都是新手 加不了速度 雪也不好 休息会 休息会 今天的雪不好 风太大了 把雪都吹走了 就留下底下的冰 好多人摔倒 包括我 我脸还受伤 咦 还有自拍杆呢 今天好舒服 能见度特别好 休息会 滑雪确实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运动 但是特别充满着魅力 一旦热耳滑雪 真的是几乎没有谁会因为受点小伤 或者怎么样子就放弃继续练习 就是那种在高速状态下 我喜欢走就是比较陡一点的道 速度特别快 至少说是在那两分钟左右时间 我的脑子里不会想任何事情 只有如何操控手杖 然后雪板 朝左走 朝右走 加速 减速 就这样的 然后去躲避别人 绕开别人 就只有这么一个最专一的状态 就是只要我滑的够快 就没有任何烦恼和忧愁能追得上我 就是那种感觉 就那一两分钟 滑雪呢还算是一个确实是比较 你掌握不好的话也练不好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所以说我就愿意去花时间和花精力来研究它 也心想呢就是说自己至少说在某一个这个 体育运动领域啊 就是有所小成就 就想着至少说是我能练的 比大多数的普通人都要好 等到以后呢 我有了老婆 可以带她一起滑雪 她一看就觉得 你看我 这我老公是不是 滑雪这么厉害是不是 我就觉得 现在的苦就没白吃知道吧 哈哈哈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在雪场看到这种 呃 就当爹的带着一个小闺女那种突然小 牵着一起滑雪 哎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真的我就很想把自己练的就是超出大部分人的水平 这样子等以后带着我老婆或者是带着我的小孩 一起到滑雪场来 哎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厉害好厉害是不是 就是所以说啊 哦 为了以后 装逼 呵呵 现在就 就吃点苦啊 嗯 这边还是有点疼 今天啊 雪场呢不行 都是冰 就包括这下边 现在都没有雪了 都化完了 啊 啊 这个 这个 用沉默的话说 今天今天摔的是 除了没人心疼 基本上哪都疼 全身都在疼 我脸还疼呢 我胯疼 就是到处都是冰 你那个速度加起来了 就按正常的你就是搓雪或者刻滑 你能走了 他遇到冰以后就突然就滑过去了 然后就该摔就摔 你这个脸现在完全就像被人爆打 对啊 好危险啊 我说话说 他还以为我们欺负他呢 哈哈 我回到的 以为他在那边挑起人家小姑娘 没有没有 回去告诉小张哥 那就是差不多被人中了 哈哈哈哈 嗯 这个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明天我们决定休息一下 因为 确实是现在 没有雪 没有雪 如果说他 晚上他用他那个 就是人造雪喷一点 但是因为风又大 就会把那个雪全部吹掉 所以说也不起作用 现在就等着什么时候下一场雪 好好的再能滑上个两三天 因为滑雪场啊 你想练好技术 还是要靠雪的 比如说自个儿自身的 然后再加上环境 对吧 哦 今天 今天沉默才亏大了 因为没有雪 他有的地方是石头 像这个位置 我发个槽 哦 感觉有个一毫米深的槽子 滑着 这是今年新版 滑着面 就是 来找活 就是 就这样呢 拜拜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